古典希腊的人文特质 使它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独树一帜 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 1.高度的世俗精神 人与神的平衡 当谈到古希腊的人文精神 我们会联想到一种充满优雅的生活态度 但它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世俗精神 与古埃及或古代中国那种宗教渗透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不同 古希腊社会并不以宗教为核心 古埃及建造雄伟的金字塔 作为法老的灵木 因为法老被视为神的化身 统治人民 而中国商朝的甲骨文则记录了占卜 祈求神灵庇佑的内容 表明古代中国社会深受神秘主义的影响 与此不同 古希腊的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神庙不过是神灵在世栖息的地方 古希腊的社会和政治并不受制于宗教权威 希腊人习惯用理性而非神秘的方式来理解世界 这使得他们的社会保持了一种高度的世俗化特质 宗教没有成为希腊人日常生活的统治力量 这一点让他们在众多古代文明中显得尤为特殊 二 高度的理性主义 摆脱神秘主义的枷锁 正因为生活不受神灵支配 古希腊发展出一种高度的理性主义精神 古希腊人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有其原因和规律 而这些规律是可以通过人的理性去理解的 这种理性主义使他们成为了哲学和科学的先驱 从苏格拉底波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思想家们不断探索人类认知的边界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其他古老文明普遍笼罩在神秘主义的阴影之下 例如 苏美尔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依赖祭司与神沟通 认为世界是由神灵的意志支配的 凡人无权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 而古希腊人则试图通过自己的智慧去探寻自然和人类的奥秘 他们拒绝接受神秘主义的束缚 坚信人类理性能发现和理解世界背后的真理 三 人的崇高地位 神与人的平等对话 古希腊的人文精神最终体现为 对人的崇高地位的强调 希腊神话中的神并非高高在上 不容侵犯的存在 他们往往与人类的英雄有着类似的性格 甚至还拥有许多凡人的缺点 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中 与神们因争夺金苹果而互相争斗 随后卷入战争 与凡人一起成为了这场史诗般纷争的参与者 相比之下 古希腊的英雄们 如阿加门农 阿卡留斯等 表现出超越凡人的勇气和智慧 与神一同分享荣耀 神并不总是凌驾于人之上 反而常常与人并肩行动 甚至受人类决定的影响 这种对人类尊严和价值的尊重 使古希腊人能够大胆地追求自由 智慧和美 真正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 古希腊文明在高度的世俗精神 高度的理性主义 和对人的崇高地位的重视 这三个方面 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独特的人文精神 验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 也启发了人类如何在广袤而神秘的宇宙中 找到自我价值 这种勇于追求理性尊重人性的精神 使得古希腊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意义生辉 到最后